另外有不肖业者跑到台中市大理区发摩采券办抽奖活动 要信民众参加消防安全开关设备的说明会 还假借消防专家推销年长者装设 没有经过认证的瓦斯安全防爆开关 并索取将近八千块的高额费用 有民众事后察觉有意向里长通报并报警处理 来听消防安全设备说明会还可以参加摩采 吸引不少民众钱来 但没想到奖品都是抹布菜瓜布 不到百元的生活用品 而且主办单位其实就是要来推销商品 销售人员跟着民众回家 安装所谓的瓦斯安全防爆开关设备 但有黎明事后仔细查看 却找不到合格标章 怀疑自己花了七千多元当了原大头 去哪都跟人说 不满里民活动空间被业者假借消防专家的名义 以规定穿转红色的工作服 他会佩戴四肥诈 另外就是我们不会从事那个推销的行为 由于消防相关设备 使用来警示火警 民众务必挑选有合格标章认证的 才能在真的碰到意外时 发挥功效保卫生命财产 这里说洪建民台中报道